如果你想来拉斯维加斯旅行,搜到的攻略信息,杂乱无章怎么办? 今天这期视频,我分类整理的六个你来之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收藏起来,相信会帮助你更好地游玩这座美国西部沙漠中的娱乐之都。 作为美国游客最多的城市之一,拉斯维加斯每年有4000万的访客。 除了休闲娱乐,拉斯维加斯也是美国会展最多的城市之一。 前些天张伟丽未免UFC冠军,就是在拉斯维加斯T-Mobile体育馆里举行的。 那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游览这座城市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拉斯维加斯位于美国的西部,因为临近洛杉矶,可能有人误以为它在加州。 但其实,它位于内华达州的最南部角落。 从东部城市坐飞机过来,需要四五个小时。 从西部城市出发,则较为近一些。 所以很多人也把它当成自驾美国西部大环线的起点城市。 那它都有哪些必看的景点呢? 我们来按地图分三部分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旅游区,就是它的主街。 被称为拉斯维加斯大道,汇集了世界最顶级的豪华酒店。 非常适合第一次来的朋友。 这条长度有四脉的街区,两侧十几家奢华酒店,本身就是值得一看的景点。 我们自南向北挑一些重点酒店,了解一下。 有外形像埃及金字塔的卢克索酒店。 外形如城堡的神剑酒店。 把纽约曼哈顿城市天际线搬过来的纽约酒店。 酒店外有缩小版的自由女神雕像和布鲁克林大桥。 可以乘坐楼前的过山车,体验城市空中穿梭。 还有门前站着一座14米高的美国最大青铜狮子雕像的美高美酒店。 酒店有临近主街的MM店。 以及可口可乐旗舰店,都是和朋友家人游览的好去处。 你还会看到主街上最抢眼的缩小版埃菲尔铁塔,它就是巴黎酒店。 顶端有观景台,可以上去看夜景。 以及位于大道正中央地标级酒店,百乐宫。 门前有定时音乐喷泉,以及最出名的室内温室花园。 它每年会变换五次主题,足够让你每次来拉斯维加斯都会看到不同的景观。 还有室内是罗马风格的凯撒皇宫酒店。 有着著名的人造运河购物街的威尼斯人酒店。 它以威尼斯风格的贡多拉船为特色项目。 非常适合喜欢漫步和拍照的朋友。 当然还有其他有特色的酒店,都值得你顺路游览。 有兴趣了解酒店内部具体内容的,可以看我过往的这期视频。 第二部分旅游热门区就是它的市中心,Downtown。 没错,刚才提到的豪华酒店汇集的大道,其实它不是拉斯维加斯的市中心。 真正的市中心Downtown位于大道以北的Fremont Street。 它的名字取自1844年,来此地探索的探险家约翰·弗雷蒙。 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奢华酒店建成之前,拉斯维加斯原指的就是这里。 灯光下烘托出的街区氛围,耀眼多眸。 头顶2400万LED灯组成的天幕,不停变换着的视频主题。 夜间漫步在霓虹灯中,以及各种街头音乐表演, 都能让你真正领悦到拉斯维加斯最初那奢女的样子。 最新的小伙伴可以站在招招轮相同的位置上, 去打卡它,还在流浪MV取景地。 第三部分,我们来说拉斯维加斯周边的景点。 从市区出发,车程45分钟可以观赏到美国最大的水坝,胡佛大坝。 大坝斩断了科罗拉多河后,不仅为拉斯维加斯城市供典, 也形成了美国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 它是一般自驾去大峡谷国家公园路上顺路游览的。 车程半小时,有一处户外艺术,叫七彩摩山, 是助力在荒漠中的七个巨大彩色石柱, 适合从洛杉矶过来顺路打卡拍照。 车程45分钟可以去内华达州最早建立的, 且是最大的州立公园。 火焰谷州立公园。 它深红色的沙岩在沙漠中的形状如火焰一般, 很适合自驾徒步一日游。 车程半小时可以去红岩峡谷国家保护区, 同样这里也是周杰伦另一首歌《错过的烟火》MV的取景地。 不得不说杰伦真的是挺喜欢拉斯维加斯的。 之后我会出单独的视频, 来和大家一起去游玩红岩峡谷与火焰谷州立公园。 从地图上了解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景点后, 那来拉斯维加斯旅行有哪些一定不能错过的体验呢? 排名第一当然就是看秀。 如果你第一次来不知道该看什么, 那么从太阳马戏团的几个表演秀中选择,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出的有关欧秀的视频。 我最近也看了一场大卫科普尔的魔术秀, 之后也会有单独的视频来和大家分享, 或看完大卫的魔术秀后的一些感受。 还有蓝人秀, 宠物秀, 以及最出名的成人秀。 最近拉斯维加斯又新建了一个破各项记录的地标建筑, 巨型球, Sphere。 接下来我会重点出一期视频, 来和大家一起走进这被认为是地表最接近元宇宙的地方。 看看这座耗资23亿美金建成的大型新科技音乐娱乐场所,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奇的体验? 对于喜欢风光影片的人来讲呢, 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第二个不能错过的体验就是吃自助餐。 上次我的视频吃的是百乐公酒店里的自助餐。 这次我吃的是大都会酒店中的午餐自助。 性价比不错, 有无限量卸腿供应。 去之前记得看好开门时间, 对排队一到两个小时, 你要有心理预期。 当然, 还有拉斯维加斯规模最大, 人气最旺的凯撒皇宫酒店的自助餐。 好评最多, 但价格也较贵, 可以提前预订座位。 其他推荐的活动还有, 比如去南北两个奥特莱斯购物, 这次我在北奥特莱斯的North Face, 打四折的力度下, 果断入手了一件春季外套。 还可以去坐摩特轮或直升机看城市夜景。 还可以去Omega Mart看外星主题互动展。 打卡拉斯维加斯的欢迎标志牌。 其实你可以从侧面拍照不用排队。 还有在遍地吃汉堡和披萨的地方, 去唐人街吃一顿中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毕竟是堵城, 不得不说如果你想体验也可以玩一把, 喜欢的朋友就在此出自行理解吧, 视频里不便多说了。 接下来的几点旅行小建议, 也许能帮到你更好的安排行程。 在拉斯维加斯如何交通? 如果你只在豪华酒店汇集的大道上活动, 记得要穿合适走路的鞋子, 因为这里最多的出行方式就是靠步行。 远一点的路程可以打Uber, 两者结合其实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 也可以乘坐双层巴士, 大型酒店都有站, 你可以在车站、车上、 手机APP上买票, 很便捷。 如果你需要去大道以外的区域活动, 比如说市中心, 或是周边一日游景点, 大部分人会选择租车之驾, 但在市区停车时要注意时间和费用。 那么拉斯维加斯旅行要住在哪里呢? 首选当然是住在知名酒店集中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 但因为这些酒店修建的比较早, 房间内如果没有被翻修过, 可能会显得有些旧。 所以它在非周末节假日的价格能降到70美金一万, 内部设施总体来说算是中规中矩吧。 虽然设施不是最新的, 但对于只想游玩主街的朋友来讲, 真的非常便捷, 下楼就是拉斯维加斯大道。 如果想住在主街比较热门的像威尼斯人酒店, 价格预算就会比较高, 但入住体验也会跟着高一些。 大道上也不乏一些新建的公寓式酒店, 除去设施一应俱全, 比较适合喜欢自己做饭的朋友。 最后一条是关于拉斯维加斯, 什么时候来旅行比较合适。 第一要看的就是季节, 根据这张全年气温表可以看出, 夏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 不过如果你不怕高温, 夏季来也可以享受酒店泳池氛围。 毕竟酒店必付额外的result fee, 就是让你去使用这些娱乐设施的。 如果你只是来普通游玩, 取决于你什么时候来的第二条就是, 尽量避免有会展或是公共节假日事件, 因为人多拥挤, 酒店也会归。 好了,看到最后, 相信你对来拉斯维加斯旅行 应该会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啦。 如果我这期《倾情整理的攻略》 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哦。 下期我们巨型球里面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起来哦。